強烈的鋒利讓連線的中國記者 差點說不出話來 颱風凱米轉為清台後 二十五號晚間在中國福建登陸 中國官媒直指凱米是今年最強臺 更是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蜂王 有大貨車承受不住風力 橫躺分割島 福建落實停班停課停運和修飾 三停一休的政策只是暴雨 帶來驚人雨量 水淹福建 東部小鎮 各有關地區 部門和單位 要始終繃緊防汛抗洪這根弦 堅決打贏防汛抗洪救災 這場硬仗 就連中共領導人習近平 也親自作證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為防汛抗洪親下指令 甚至凱米可能北上影響 至少十個省份 當局嚴防不敢大意 蔡新聞 嚴信報導